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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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 杜拜旅游业的业绩已经超过石油工业 收入占全国生产总值的一成以上 每年有超过600万的旅客来到杜拜 成为了全国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也为这个城市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 在国际方面 杜拜政府一方面在国内设立自由贸易区 容许外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办事处 另一方面 杜拜政府也以免税政策刺激这里的商贸活动 再加上杜拜位于中东地区的交通枢纽 促成了它作为国际货运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些有利的条件 使杜拜成为了全球其中一个发展最快的地区 也被誉为中东的香港 来自香港的邝尤恩 杜拜尔 在2007年被公司拆排到杜拜工作 对于这个城市繁荣的一面 他有轻深的体会 沿着公路开半个小时的车 两边都在兴建高楼大厦 你到达一间酒店门口 可以在15分钟之内能够看进所有你认识的名车 全部都在这里 吃一顿饭可以是两三百元这里的钱 差不多是六七百元的港币 其实两三百元吃一顿饭 在这里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 那么每个地方吃饭都很贵 两三百元一顿的饭 你可能要给100块钱的小费 他们才会满意 坐计程车说的是15块 或者是20块钱左右了 他们很豪气 一掏就是200块 就当小费给司机 二三十块钱计程车费 可是给200块小费 他们是本地人 但是他们 我以为他们会很朴素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又不是 他们刚刚相反很奢华 即使他们是穿黑的袍子 袍边上都会镶上钻石 并不是一件普通的黑袍 是名牌的 可能是某几个大牌子的黑袍 一定要开名贵的汽车 要住大房子 吃饭要到酒店 而他们去的酒店 一定是七星级或者八星级的 随着外商的涌入 加上稳定的政治环境 吸引邻近地区的人 不断移居到杜拜 令这里的人口持续增长 在1995年 杜拜当时只有大概70万人聚居 到了2008年 人口已经出现了超过三倍的增长 人口急剧增长 使住屋的需求不断增加 再加上国内多项旅游 和商业建筑项目同时施工 使杜拜的建筑业非常蓬勃 我问过一些做建筑的朋友 他们说平均在香港建楼 需要三年的时间 他们说不行 要缩减到两年 甚至是一年半 情况是很不同 所有的工序都要加快 所以这里的建筑工地 是24小时开工的 我想有些人也听过 当时杜拜这个地方 已经有全世界 25%的塔式的起重机 最可笑的是在我们旧居那里 有一个房间能够看见 对面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的兴建 有十多二十几部 那个塔式起重机在那里 我觉得有点像第三类接触 你会突然看到有一组光团在上面 像UFO飞碟那样 居住在杜拜的本土国民 其实只是占总人口的两成 其余大多数都是以工作签证 在杜拜段齐居留的外地人 这里的人口八成半都是外来的 他们本地真正的阿拉伯人 或者是阿联酋的人口很少的 不论我们到这里做工有多少年 就算你在这里有20年30年 那么你也要每三年去更新 你自己的工作签证 每三年要去检查身体 检查完身体 你身体状况很好 他们就让你留下 30年也好40年也好 都是这样 你是无法移民的 因为他们是要保护自己的 资产可以这么讲 他们是产油国 如果外面有这么多人来 那么因为这个国家 那八成从外面来的人之中 其中的四成以上 是从印度来的 所以他们很怕 就有朝一日会被外面的人 霸占了这个地方 拿走了他们的所谓的资产 还有石油等等 这些东西 大批占据杜拜的外国人 使这里的房屋租赁市场 十分吃热 Javier也曾经在租屋的事情上面 上透脑筋 我也想找靠近公司的房子了 但是一看租金 是天文数字 一个大概两个房 1000尺的单位 交价是两三万港币一个月 所以后来我们找房子的时候 只能够找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情愿 那么开车的时间长一点 那么就是比较合理的价钱 但是所谓的合理 只不过是这里相对的低 但是跟香港比较的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们找房子的时候 如果要跟经纪人来溢价 他们不会理财 他们会回应 有这么多人来 这个房子你不要没关系 我现在手头上有几个客人 马上就要来看了 我是连房子都没看过 可以说是没有看过 我是到过那里 转个圈五分钟 经纪人在那里立刻问我 你要不要 我说 这个租房的条件怎么样 租金多少 你先说你要不要了 然后再跟你谈租金了 这里找房子不像在香港 每个月付的房租 每个业主都会跟你说 一次性的 你要付清一年的租金 你给他们一张支票 幸好我的公司 对我们来说 算是不错了 知道我们到这里来 不可能一下子 就付这么一大笔钱 公司就替我们先付 然后每个月 就在我们的工资里面扣除 除了楼价飙升之外 短时间富裕起来的杜败 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 除了一项被传媒广泛报道的 老公被剥削问题之外 Javier也见证着 整个城市盲目向前看的趋势 每一个人 不论你是来自哪个地方 高位的 中层的 低层的 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都没有归属感 来到这里 大家的心态都是 两三年就走了 总之呢 他们都用尽方法 去赚你的钱 我能帮你 行 我要收你一千块 我要收你一万块 总之呢 想尽 就是想尽方法 去抢你的钱 抢够了 我就走 在外面叫计程车 又是一个奇景 你看见满街 二三十个人叫计程车 却没有人能够把车截下 因为很多人来做工 计程车不够 又或者这里的计程车 进的地方不去 你要去堵车的地方 也不去 看见你明明知道 小费不会多给 或者是没有小费 他们不接 情愿开到前面 去接一个外国人 总之他看见是黄皮肤 就会看不起 再加上我们 不是穿得很漂亮 也不会特别用名牌货 所以就算我们到一些 食店 他们也未必给你 很满意的服务 一个大工地 一次可能有五六十栋 甚至是超过一百栋的楼 一起兴建 因为他们要尽快地 把那些楼建好 不用理会质量 我听过很多人说 甚至我现在住的地方 很多地方会漏水 墙会裂 很多设置没有完工 电梯可能是 可以坏的 电梯曾经掉下去 因为他们要快 所以就不讲质量 总之是先建好 把钱赚回来了 除了要面对一个 利益挂帅的社会风气之外 杰比尔和太太 还要适应这个 回教国家的风俗习惯 香港或者是世界 其他很多地方 工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要上班的 可能是半天 但是星期天一定会放假 一个星期七天 就是这样了 但是这里就不是了 因为回教徒 他们不跟外面的犀利 是跟他们自己的回利 他们其实真真正正 放所谓假的事 星期四跟星期五 所以要跟外面的世界接轨 是很麻烦的 因为真真正正 跟外面共同 大家的上班时间 只有三天 就是星期一二三 但是因为杜拜这里 或者整个阿联酋 他们知道自己要发展 也知道这样的做法 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翻查 原来他们在2007年1月1号 不是太久之前的事 2007年1月1号才开始 就把他们的周末 改成星期五和星期六 这么起码有多一天 跟外面接轨 就算看电视呢 在看着的时候呢 很普通的一个接吻镜头呢 会给剪掉 你会发现 怎么回事啊 会没有了 又或者节目播放中呢 他们要祈祷了 他们会在荧幕上打上 大家祈祷了 会提醒你了 但这会影响到你自己 这看电视的 我这电视的心情 即使这是很细微的事情 也会受到影响 他会提醒你 我是回教的国家 回教国家杜拜 对其他宗教 采取宽容的态度 容许他们自由进行宗教活动 但是公开传教 和散布他们的宗教书籍 就属于违法的行为 Javier和太太 是虔诚的基督徒 当日他们来到杜拜 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华人的教会 我自己心里知道 来到这个地方呢 如果没有教会 跟信仰的生活呢 是很难过这个日子的 我们想呢 有地的地方就有唐人 有唐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 有唐人街的地方 就会有唐人教会 那么第一件事呢 就是叫唐人街了 怎么没有了 糟糕了 问我的同事啊 没有啊 这里没有唐人街了 好不容易呢 才找到一间教会 我们上网去找 整个杜拜好像 只有一间教会啊 我记得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有一个说英语的人 对我说 要找 Chinese Church 后来才知道 他是香港人 我们很开心 马上请他 马上请他 做侍奉了 赶快参加聚会啊 这样 他给我看见 马上有一颗很愿意的心 在教会里 可以帮忙侍奉 很多时候呢 他是作为一个 领导者啊 去教我们怎样 查经啊 这样子 希望呢 由他来负责 组织 好多来自香港啊 到这里 做工的 这些专业的人士 这些人呢 成立一个 粤语的团契 粤语的小组 他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啊 比方在这个买车方面呢 因为我到这里的时候呢 在这个买车呢 对于汽车的 这个买卖的 整个程序呢 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Javier呢 已经是来了一年多了啊 他自己呢 也都买过车呀 他自己对汽车 也都很有兴趣啊 所以呢 对于车辆的认识 比我深的 因此呢 我会找他 帮我一起去看车呀 当两夫妇的教会生活 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 不多久 他们就遇到一次 信仰经历 那时候呢 跟神关系越好的时候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魔鬼就会来攻击你了 我们有些 信仰上的挣扎 比方说 以前像神认过罪的 但突然之间呢 又会倒退 觉得自己很误会 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就在这 斋戒月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真的有些 低落了 后来有传道人 看见我们有问题了 觉得我们笑 笑容都没有了 他们也来问我嘛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很多人来到这里呢 都会有心情上的挣扎 我们就要更加抓紧神 很感谢神 在那段时间 很多传道人 很多弟兄姐妹在身边 和我们一起分担咯 很辛苦地 过了一段时间 才可以跳出来 开始可以有笑容了 因为你是我主 我被担索 我盾牌和施歌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帮助 来吧勇信心 赞助我高高 你永在我心窝 为你有永生光河 随你以外 不以求别过 2008年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2009年11月25日 杜拜国营企业 杜拜世界 公布延迟债务的还款期 消息公布之后 全球股市随即全面下跌 而部分和杜拜世界 相关的债券 也被评级机制 评为垃圾剂 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 杜拜政府立刻向 酋长国阿布达比求助 2009年12月14日 阿布达比政府 向杜拜出资100亿美元 帮助杜拜世界偿还债务 令杜拜政府 暂时脱离债务危机 杜拜呢 它锐意地进行宣传 它很夸张地 在世界各地宣传 带给人看见一个呢 就是人可以创造 一切美好的事物 到了金融海啸之后 所有的东西 建筑业呢 那么工地停工了 所有开始了的工程呢 没办法 一定要开始的 就一直拖慢 那么大批的劳工都离开了 突然间呢 因为经济的不景气 以至于很多东西呢 根本无法再实现 或者呢 就推迟实现 令很多人内心呢 感到震撼 想象不到 竟然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很多人 做文职白领的啊 可能很多真的被解过 回乡去了 在短短几个月之间呢 突然就变成一个死城 楼没有人住 甚至呢 一路起了很多 这些大厦 或者是apartment落成了 全部都是出租啊 却没有人租啊 第一批被公司解雇的 那么 你 一下子呢 就看到他们的眼神啊 就落魄的 好像是 好像是生意失败 那个样子啊 你就看见 他毫无神采啊 很 很沮丧啊 甚至呢 很多看起来呢 是很愤怒的感觉 会觉得 我来到这里 怎么回事啊 只是下跌一点点的 就解雇我 这里有个奇景就是呢 上千步的 名贵的房车 停在机场那里 就这样丢了 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呢 他们去买车的时候呢 不是真正用自己的钱买的 而他们是向银行贷款 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贷款啊 那么因为当时呢 银行也很欢迎 向他借贷了 总之呢 就是把所有的车辆 都推出来 当他被人解雇 好心的呢 就把车子呢 就留在机场啊 把那个车的钥匙呢 就放在那里 跟着打电话给银行 我无法公款 现在我走了 你到机场就拿回车吧 但是很多人呢 就把车呢 就扔在路边 搭下了停车场了 其实我自己有点担心呢 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无情的 因为要节省 要节省开支吗 可能会解雇我 这件事呢 我 我每一天都很感谢啊 在这个风暴里面呢 还可以安然地度过 实在是很不容易 如果有一天 不幸的呢 真的 我要离开了啊 但是呢 我们深信呢 神呢 一定会给我们有更好的安排 因此要多少光彩 在卡超失去 未会归还 唯有用信念 行信念 方可以领受永恒 让安息快乐 满心间 耶稣 如果人 没有 没有和这个 造物主呢 这位掌管世界命脉的 这位全能的神 有 很好的 互相的互动 我看到呢 就好像 一个人走路 只有一只脚 就没办法正常地走路 很多东西呢 都是他们堆砌出来的 当 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呢 他们是解决不了的 好像神话一样迅速冒起的杜拜 究竟能不能够战胜这一场经济风暴 叫这一个在沙漠地区的神话 能够继续被传送呢 杜拜的成功 究竟是人类智慧能力的象征 还是贪婪浮夸的写照呢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 什么才是生命里面永恒不变的依靠 可以帮助你和我 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暴呢 邝尤恩 Javier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能够在杜拜的启蝶成败里面 找到永远的依靠 因为他相信 掌管宇宙和人类历史的上帝 一定会带领他 行走生命的每一步 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欢迎你现在就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跟我们联络 你也可以在恩与之声的网站留言 愿神赐福你 在世上有几多争斗 是一国血泪仍旧思问 可视得到安宁永远不必挂忧 永远不必挂忧 永远不必挂忧 你想那天可足够 死一国 死一国 美梦仍旧 先问 谁能得到一切 明白岁月片斑可 有死的 有死的 有死的